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路 直到最后一刻见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但作为安排很尴尬 两人没有并肩而坐 习近平独自坐在正中央主位 布林肯就坐在习近平右手边 看起来好像在听讯 而且没比较没伤害 过去习近平建立任美国国务卿 做法大不同 2018年蓬佩奥见习近平 两人并肩坐在中间 时任美国国务卿科瑞 2015年访路也和习近平并排坐沙发 就连16号微软创办人 比尔盖茨见习近平也是并肩而坐 不免让人猜测中方刻意反击 回敬之前 美国利用座位施压大陆的举动 2019年美国前总统川普和陆方贸易协商 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也就是美国总统权力核心 川普坐办公桌大卫 时任大陆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却坐在川普右前方 中美官员挤在小小办公室 围着办公桌坐 宛如下属见上司 细数布林肯此行从落地北京 接待规格小很多 外交部北美大洋州司司长 杨涛和美国驻华大使佛恩斯 在机场迎接 没有礼宾一仗队迎接 只有中美双方各一名官员 也没有鲜花 没有铺红毯 地上只见一条红线 遭陆媒讽刺 一下机就踩大陆红线 美国媒体则说 这一切都是大陆精心策划的细节 不过为了缓解中美紧张关系 会一桌中间特地摆放荷花 去歇阴 期盼中美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